在塔利班公布您是政府人选后 美国对此表示关注 美国国务院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注意到公布的名单只包括塔利班成员 或他们的亲密伙伴没有女性 直接攻击美军甚至参与大屠杀的人 都在部长名单上 另一方面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周三表示 中方愿意与阿富汗新政府和领导人保持沟通 土耳其副外长塞尔达特·欧纳尔 和埃及副外长哈姆迪·萨纳德·洛萨 出席了在安卡拉举行的双边关系正常化会谈 会合发表的一份声明说 将采取额外措施使土耳其与埃及的关系正常化 德国媒体时代周报7日援引该国执法部门消息人士披露 德国联邦政府机构此前已秘密购买 以色列NSO集团研发的非马间谍软件程序 用于监视嫌疑人 这款软件程序于2019年在该国开始部署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当地时间8日执行国会联袖 要求国会尽快采取行动提高联邦政府制务上线或暂停其双效 耶伦在信中说 因为存在不确定性 很难决定非常规现金管理措施何时后进 北马其顿共和国于1991年9月8日宣布独立 庆祝成立30周年 马其顿共和国是前南斯拉夫联邦的六国之一 成为第一个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获得独立的国家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基尼切夫8日 在俄北部城市诺利尔斯克举行的一次演习中 因救援他人不幸遇难 据俄紧急情况部消息 基尼切夫在当天举行的一场跨部门演习时 为救助一名电影导演而死亡 演习期间 基尼切夫跳入水中救助落水者时不幸撞到石头 最终基尼切夫与落水者两人在送医途中死亡 哈萨克散摩尼和一体化部长贝克特·苏尔塔诺夫说 土耳其是哈萨克散最重要的摩尼伙伴之一 哈萨克散和土耳其之间的摩尼在30年内增长了15倍 苏尔塔诺夫提醒土耳其是第一个承认哈萨克散独立的国家 并强调工商界对双边关系非常重要